一点都不影响 好好好 那我就算是从开始再说 好 反正你再要自己剪吧 行吗 没问题 明天就是911 20周年了 这时间过得也真是快 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20年以前的那一天 因为我那时候在斯拉克上班 早上一大早就起来就要开车走 然后是6点钟左右记得是 就一边吃饭吧 就一边看电视 就看见那个第一架飞机 撞的那个摩天大楼 当时报道 现场报道的记者就说 哎呀好像出这个航空事故 结果没过多大一会儿 第二架飞机也过去了 把第二个那个塔给撞掉了 这时候就都忽悠了 就说这个肯定是恐怖袭击了 再过一会儿 那个五角大楼那边也撞了 然后就是宾西班尼亚 那边有一个飞机就 迫降了 所以当时非常震撼 后来就就上班上班 那感觉就是美国人都傻了 就从来没经过这种阵仗了 然后紧接着就是 切身的感受就是 美国的人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影响非常大 你比如说过去上飞机亲属朋友 可以给你送的登机口 这个就取消了 一直到现在二点以后都没有恢复 然后你去接机 去接亲朋 过去都是捧着鲜花啊 或者怎么样 都是到登机口去接 那这个仪式现在也没了 永远的没了 都到外面安全口接 而且当时直接的一个影响 就是小布什通过了 一个紧急安全法 就是全国老百姓的 所有人的电话 不经法官的这个批准 都在FBI的监督之下 就是每一个老百姓的电话 都被监听 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当时在我们波克里 就发生了一个 挺有名的一个事 当时还是影响挺大的 就是波克里的两个学生 有一个学生在自己的宿舍 晚上打游戏机 打着打着 打不通了还怎么样 就打电话给另一个学生 就说我这炸弹 你炸不着还怎么样 炸不准 其实是打游戏机呢 结果警察半夜三更破门 结果才发现打游戏机 这样就警醒了当时的美国人 就觉得以反恐为理由 政府这样的深入的 陷入到这个老百姓家的自由 没有任何法律的规定 就警察就可以随便进到家里来抓人的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后来实行一年以后 我记得是实行一年以后 小布什在国会要求延长 这个这个紧急法案还是什么 后来就被国会就给否认 从那以后呢 就又恢复到 就是如果你想监督某一个人的 窃听某一个人的电话 那必须有法官的这个批准 批准令你才可以进行 但是你现在反过来想象 20年之后 昨天拜登有一个讲话 就是强迫所有的人都要打疫苗 这个有一百个人的 这个雇员的雇主 必须要求自己的雇员打疫苗 他说的就是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你的自由 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个安全 我们要保护老百姓的健康安全 所以就是我可以剥夺所有人的自由 政府让你打 你就必须打 这样就是20年画了个圈回来了 我觉得比布什当年的都更加蛮好 当时布什这个紧急法完了以后 还要经过国会 最后国会批准还是不批准 现在拜登一句话 而且拜登在这之前 大概就不久以前人家问过他 说你会不会强迫要求大家打疫苗 他说绝对不会 你看现在一句话 就整个是一个独裁的这个 一个架势的吧 就是20年之后的今天 很感慨进步无息 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 当年为什么进军阿富汗 我就记得苦苦袭击以后 小布什立刻就发动中东战争 当时那个肖生林在国内应该有感触 当时国内的知识分子非常亢奋 我记得是刘晓波他们牵头吧 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就坚决支持美国打中东 就在伊拉克发动战争 当时正好有一个国内的 一个什么作家 他们来参加这边的一个什么会议 还就住在我们家 然后开出的路上就争论起这个问题来 他特别的激烈 他说我就恨不得美国 美军打入中国 把共产党灭了才好呢 我说你这是什么逻辑 谁给美国封了这个世界警察了 因为中东战争是 没有侵入到你美国国土 你是不可以打的 你像这个希特勒 那是因为侵占了别国家的国土 第一次的老布什的科威特战争 是因为进军了科威特 所以你国际可以形成联军去打 像北韩当年进军 南韩联合国组成的联合军队 去打是因为他侵犯了别国的领土 我说这伊拉克谁也没侵犯 你们凭什么就这样 这是破坏国际秩序的说法 后来他特别激烈的 就说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说我对国内的这些秩序呢 我还失望呢 结果当时小布什的口号 刚开始他说他说这是一次十字军东征 后来马上就觉得不对了 因为十字军东征意思是什么 就说我要用我的基督教义去灭了你的这个叫什么伊斯兰教 这个宗教的战争是不对的 他马上就意识到不对后就撤回来 但是其实很明显的 就是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个邪教 要用战争的方法去灭 但结果是怎么样 后来就又去说 要消灭比拉登又进军了阿富汗 就是刚才我们俩闲聊的时候 你也是说就是改变阿富汗的这个文化 妇女可以上学 妇女可以当警察 妇女可以当新闻记者 但是你看看美军一撤下去 最后就全面的扶贫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 就比方说共产党 我们大家都认为共产党 是应该被让他垮台的 对吧 是应该把这个独裁的这个党 把他推翻了 换上一个就是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宪政 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外国人进去没有好下场 在阿富汗的这个交信太深刻了 二十年你想改变人家当地的教育 改变人家的文化 用外来的武力去做是没有用的 只有当地的老百姓 自己厌恶了这个宗教 自己厌恶了这个政权 自己认为这个文化太残酷 太落后 要改变这个文化的时候 才会奏效 你用外面的武力 你看你弄了二十年 最后一撤出来 就是全部都回去了 而且还有一个没有道理的 这次就听很多的人说 就是在当地的阿富汗人也说 很多在那当了很长时间的 CIA的美国人也说 说其实最最重要的是在巴基斯坦 恐怖主义的基地都是在巴基斯坦 你们把重点放在阿富汗就错了 因为每年的冬天停战的时候 道路封山的 就是大雪封山的时候 这些基地组织就全部撤到巴基斯坦去了 在巴基斯坦养兵蓄瑞 当雪融化了以后 又可以打仗的时候 就又从巴基斯坦哄哄的进来了 而你想想比拉丹尼是在巴基斯坦打死的 你们并不是在阿富汗打死的 所以二十年以后 所有人都说要从阿富汗撤军是对的 这个战争当年就发动了 要我说就是莫名其妙的一场战争 开始说是要消灭基地组织 但是消灭基地组织的对象 应该是巴基斯坦 不应该是阿富汗 后来又转变成要把阿富汗 变成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这就更可笑 现代文明要由自己的人民去改变 不是由外来的武力势力去改变 那到了现在这次的撤军 就是为什么撤成这个样子 就是凡川必反 只要是川普做的 我就一定要反 川普临走的时候 留下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计划 和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摊子 那个国防部的人就说我们多少次 要跟拜登的这个团队进行交接 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阿富汗 这个撤军是谈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撤军计划一步是怎么做的 根本就不停 根本就不停 所以20年之后你回过来看美国 美国的这个两党之争 已经到了你死我活 完全不顾及国家利益 不顾及老百姓的生死 这样的地步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觉得挺悲哀的 20年以后 我现在是祈祷上帝 明天是911 千万别出事 你想想从南边的边境 不知道进来了多少恐怖分子 你这次阿富汗这么撤军 不知道撤进来多少恐怖分子 你看现在在德国那边 已经发现了20多个了 这个什么强奸犯 被驱逐出去的人 还有恐怖分子 而且就前天的这个报道 还有什么 就是在这个撤到美国的美军 其实军事基地里头的 这个所谓的阿富汗难民 打着Uber车就走了 就离开这个军营了 就不知道他们这些人 跑到哪去了 而且就根本不知道 这个军事基地里 进来多少阿富汗人 完全没有登记 多少人出去的也不知道 只知道有的人 打着Uber车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回来 真的是非常可怕 所以你看看20年以前 当时有一个华视911 那个电影 就是真是讽刺小故事的无能 就认为这个911处理的 实在是太糟糕了 但是你现在20年以后的 这个伊米911所形成的 20年的阿富汗战争 你撤出来以后是 大溃败 这个溃败不光是阿富汗的溃败 是这个美国的整体的 这个形象 全面的坍塌 不光是在他的宿敌 俄罗斯的人的眼前 和在中国人的眼前里 在他的盟友北欧 在他的欧洲的盟友眼前里 已经一塌糊涂 你想想那个前英国首相布莱尔 可以说拜登是个傻子 愚蠢之极 可以用到这样的题目 这个对美国的索张 真是太大 那天我跟那个 希望之声做节目 提到一个 我就说你现在看看 这个全世界的领导人 大国的是普京 还有习近平 还有拜登 我说美国真是 乌弥陀佛 运气太好 习近平是个生产大队长 所以虽然国力 现在排在第二吧 他毕竟领袖是个 生产大队长的水平 普京二十年以前 911刚发生的时候 当时的外交部长赖斯 给普京打电话 通知这件事情 普京当时的回答是 第一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 第二件 我已经通知我们的军队 停止在文国境内的 任何军事演习 第三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普京到今天脑子清楚 决断能力 判断能力 处理事物的能力 在远远的高于 这个习近平 那拜登就跟我们说 所幸的是 俄罗斯的国力 非常之衰弱 如果美国再让民主党 这么折腾下去 把国力给折腾下来以后 太可怕 对 我呢 是这么看的 因为二十年以前呢 我在北京教书 911就来了 911来 当时我的姐姐 正要从伦敦去纽约 已经上军机了 后来人告诉他说那边 纽约那边 就是纽约那边 已经发生这个突发事件了 那个航空取消了 所以我们那几天就没取成 要是 要是回机 纽约到的 纽约 正好赶上那个 911 还真是挺小的 他已经上飞机了 飞机充滞 就回去了 回家了 当时呢 我就说这就是所谓的论条 因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十岁的时候 老师就给说过一个诗 叫生命成可贵 爱情加总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炮 自由是第一位的 比如说你说911 你就不让人家 比如现在的强迫打疫苗 我觉得这就是问题到了 我生命成可贵 爱情加总 但是如果是自由 我也不要爱情 我也不要生命 关键在这儿呢 它是一个基本价值观的问题 比如说你借着这个反恐 当时我记得 后来我坐飞机 我就发现 飞机得脱鞋了 还来我跟那学生开门 我说你们本大 你们能不能想一招 让全世界的 这坐飞机的航班的 这个乘客都脱鞋 我说你叫想想这招 你不管你北大清华 你人精 不管你多精 你给我想一招 我这次人家 恐怖袭击就做到了 你上飞机给我脱鞋 你给我 咱们就说这么一个 小的一个说法 对 实际上到现在没有解决 你说特别对 就是美国呢 用咱们原来的话 叫攘外必行安内 用中国的话来讲 叫天行剑 君子当自强不息 你现在美国这两党 本来是反对党 后来从上一次 川普竞选连任失败 就变成了敌对党 他变成敌对党 叫逢川必反 他这两个党呢 他变成恶行互动了 所以他就形成了美国 这个自己没有摆平这事 包括阿富汗 如果是川普 他们才连任 撤兵也不会撤这份 如果一直就是 民主党也没这事 关系他们纠结出了大事 纠结出了大事 明年马上就是中期选举 再过两年就是下一次选 现在的问题呢 我们在美国帮着 不是帮着 我们在美国 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干嘛呢 给美国宪法修正案 搞第二十八条 简单说就选举法 我的思路很简单 你上次你点票出了毛病了 那个川普不认输 说你们作弊 那怎么办呢 简单非常简单 我的小学老师教的验算 就说验算 再投一回 再投一回用不着去投票 站了 因为现在有智能手机 还有所谓的互联网 你就坐在你们家 你就拿手机投不就完了吗 只需要三件事 第一件事验名正身 因为你是选的美国总统 你得是美国人 什么叫美国人 你有定义 你得看看 美国当然是 这个3.4亿人 现在的选民 可能有两亿多 那么你得验名正身呢 验名正身 我给他们举个例子 你有这基础 比如说你美国 每一个人有一个 设计安全号码 一人一毛 不从 第二个 你美国都有汽车 尤其是你有驾照 驾照还有照片呢 还有你美国有纳税记录 美国的税务局非常庞大 你不像我在这 就买房子了 我就有所谓的房地产的税 那你每年 你得交两回 那你交了税之后 人家那不是有记录吗 还有呢 就是这个 调新密码 普利策 普利策在几十年 发明这个调新密码 它的保密程度 非常的高 还有美国的 陪审团的制度 简单说 就是美国有好多 基础性的工作 你完全可以 核实 验名正身 谁 谁投的 美国人 合法选民投的 什么叫合法选民 你们国会定了 对对 你再投一回 不就完了吗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也是 今年 明年是中期选举 到了再过两年 他不又一次大选吗 所以现在我听说 川普还得说呢 说我上次大选 我认为你们 偷了选到了 那到底偷不偷啊 是吧 那么下一次 包括这个2024年 这个大选 还是这个问题 我就说你们就验算 不就完了吗 现在你们有电脑 或者叫机器人 你们拿这个人工智能 你接上这个无线的 这个手机 他不就坐家里 才叫你按吗 按一 比如说就是共产党 按零 就是民主党 就这么简单吗 你们再按一回 按完之后 你们马上用这个智能中心 统计统计啊 而且你统计一回 你一天三次重乘 不就这么个简单事吗 对不对 不是投票的问题 是选 数这票的问题 除了毛病了 那一数 你就用 人工智能数不就完了吗 而且你可以 是我的一个 这个所谓 我觉得其实最简单 四年一次 美国人口又不多 投票的人也就一亿 就回归纸票 比什么都强 现在好多国家 还是纸票 搞什么呀 你说你那人工智能 他那个软件 稍微给你做点手脚 又回去了 就是纸票 我现在回过来说 就是美国这事 你说当年 我还记得小布什 就是竞选的时候 最后就是一票票数出来的 当时高尔 就是在佛罗里达 在那么一个地儿的票 就是人工数啊 那真是人工数啊 算让人看一个票 我还记得特可笑在电视里头 对着那灯 看那个选票 那就是一张一张的人工数 最后数出来就差几百票 但是高尔认 高尔认输了 而且是真正的认输了 就没有妨碍小故事执政 而且到了911的时候 是两党一致对外 可是你想想现在啊 就是昨天好像是 这个川普接受叫 叫叫什么 高尔认达就是 Fox News的一个脱口秀的 一个节目 那个人就 后来就问他 就是说 是另一个主持人 川普间接的说 他在另一个节目里的 这个人家问他的话 就是你当总统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 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像在这个北朝鲜的金正恩啊 中国的习近平啊 俄罗斯的普京啊 你觉得这个三个人中间 最难对付的是哪一个 在你的这个 对国外国内的政策方便 哪个东西实施起来 你觉得是最困难 你知道川普说什么 说这些都不难 真正难的是生存 就是因为佩罗西 因为舒玛这些人 不断的给你捣乱 不断的给你搅局 从你还没有当选上来 就说我一定要把你拉下台 花了那么多的钱 那么多的人 拼命的去调查川普 几十年来以来这个开始 是这个什么俄罗斯 是什么通俄门 然后弄不成又弄这个 调查他的这个税 纳税的漏洞什么的 我真的相信你们花了 这么多的人力 你们整整搞了五年 你们都没查出来 应该证明川普是一个 真是一个很聪明的商人 他可能是有避税 但是他的所有的避税都是在你法律 允许的范围之内 川普说得很清楚 你不喜欢我避税 你讨厌我避税 你们国会立法 你改的法律 我一定尊处 我一定教教什么 所以你先去看 把国家大事 把对外的大事 都不当成事 就拼命的去 整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总统 现在你看看 又是有12个川普任命的军队的吧 现在就在原来是顾问的 军事顾问的 现在是通通要把这12人搞下去 然后这个打疫苗 上来就说 不打疫苗的人 都是川普党 都是支持川普的人 所以不打疫苗 所以你看看 就是借着这个打疫苗 借着这个 说要把这12个 这个军队里的顾问 清除出去 这就开始搞清理经济队伍了 这跟毛泽东的 咱就联系了文革了 这跟文化大革命就一样了 文化大革命 咱们老百姓跟着瞎操操 现在美国的这些民主党呢 有些底下的人 也是跟着瞎操操 在那支持民主党的拜登 贺解力 什么胡作非为 实际上就跟他们当年 傻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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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我现在不太关心国内的事 就是出了一篇 李光满 李光满 什么文革的文章 然后胡锡进又怎么怎么着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现在国内 根本就不许谈文革 你想想几年以前 复旦大学还残留着一个 研究文革的这样一个课题 有这么一个小组 这个教授们还可以研究文革 后来大概三年前 就把这个研究文革的 这个课题小组就给撤了 现在你满眼看过去 中国还允许研究文革吗 中国研究文革的书记 还能出来吗 什么都不能出来 所以别听他瞎抄上 你什么时候说放开了 文革可以研究 这文革才在中国彻底结束了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 王金瑶此不瞑目 我觉得这有一个节 你干嘛要共产党给你平反 要干嘛要共产党给你证明 你用不着 你犯不着 你根本就不希望共产党给你 就像林多宗 老子的矫情 要给他爸平反 要给他爸证明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你最最重要的是 你把历史的史实留下来 让后人去评说 给后人吸起教训 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林彪到底是 共产党觉得他怎么样 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没那么重要 但是王金瑶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把当年的血衣 他当年特意去买这个照片机 把当年的好多政绩都留下来 我觉得这个真是特别重要 就是当时香港有一个出了一套文革的那个 就是我父亲那好几后册 就是文国当时的照片 就是动这个动那个 所谓的当时那些文革照片 出了一个大的册子 这个就把当年的历史史实 留下来了 还有一件事 我从来没注意的 就是前两天来了一个意大利的制片人 他在准备做一个大跃进 中国大跃进的这个片子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没有找到一张 三年之 就是你们所谓的三十四海 死人的那种悲惨的照片 没有一张 或者说鸡鸣的照片 因为我没注意到这个 或者突然一想 真的 他说所以现在很多西方人士 不认为曾经有过 就中国有过这个 饿死人的这样的 三年把饿死了多少人 因为现在有人说 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 说的不等 他还问我 他说你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他是因为没有照片的始料 他说你们文化大学 你的照片非常非常多 说怎么 三年自然灾害就没有一张照片 证明曾经有过 三年自然灾害 因为你像什么小高炉 那些什么大链钢铁 那些都是有照片的 但是死人 饿死人 没有照片 因为我都觉得这事 咱中国人都想 从那边想过这问题 让外国人给揪出来了 外国人要拍这片子 要证明曾经发生过 找不到事实 所以我觉得 那个时候啊 是仗机很少很少 所以那个丈夫王精尧 拿着他们家那点钱 到了王府井 买了一个 一家当时叫新的仗机 那是他 那是他为了给他这个 夫人留一些证据 那时候都没有仗机 所以那时候他没有 你说这个外国人说 那时候就没有照片 他根本就没有仗机 有照片很少很少 你说给雷锋拍的那个彩色照片 那彩色胶卷 全中国就两卷 哪呢 北京人民画报有 所以人家辽宁的 这宣传干部就到了北京 跟他们借 或者说叫这个两卷彩色照片 全国就俩 所以给雷锋拍的照片 好多都是彩色的 所以就说 记者如果说不给你胶卷 不允许你到实际系采访 就根本不可能出来 对当然 他采访这点全国就俩 而且还是北京的人民画报 那画报社有两卷 肯定是进口的 那时候他没有照片 这个外国人他就不理解 那个街子他就没有照片 而且那时候他刻意的隐瞒 比如当时周公来总理 三个人向他汇报 说60年到底都死多人了 那人向周公来汇报 周公来说这三人 把这个数据全部消费 那总理总理大管家 你是什么 他是刻意隐瞒 他这么回事 所以我就说呢 你像这个现在当然了 现在这个所谓的照相的 什么摄像的太多了 对所以共产党 他这个就是不让研究文革 或者就说到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对不对 就这个李锐口述往事 2013年10月份扣的 然后2014年李德安到现在 严审22次了都不开庭 就是这个 他就想把他历史上的罪恶 就都给你毁尸灭具 然后等到你后来的人就说 没有的事啊 你没有证据 就像好多些年轻人 看文化大文明 以为文化大文明 是一次特别好的运动 是毛泽东的反腐运动 打倒那些是吧 腐败官僚的运动 所以就整个给完全扭曲了 就是你如果把历史的资料 真的消失殆尽以后 我们现在活着的人 我们可以说 这是这个饥荒曾经发生过 我们自己挨过饿 这些人还在 还可以说 等到再过个半年 我们这代人都死光了 经历过这个三年的 这个大饥荒的人都死光了 那就会有人来质疑 说这是一个天房宴谈 是你们为了 这个给共产党抹黑的 一个天房宴谈 因为你们没有任何人 能够拿出正确 所以这个 所以说文化大文明 有姓李的有文章 姓胡的有文章 我都不感兴趣 我觉得你真正说 你看共产党 要不要发动文革 你就看他允许不允许 批判文化大文明 如果他不开这个口子 那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再 搞文化大文明 对吧 现在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社会有两个基本概念 一个叫社会事实 一个叫物理事实 比如说林彪那飞机拽了 有各种的证据证明 那是物理事实 但他怎么拽的呢 至少有三种刷法 一种刷法是在地面 他已经被干掉 完了把他的尸体 给弄到飞机上 派他的林彪专机的机长 叫潘景寅 给他扔个温度上看点 这个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有一点道理 就是潘景寅呢 他是林彪专机的机长 而且好像是个 非常市的一个市长 还是副市长 他现在没事 而林彪那个 一架专机里死的那些人 通通是当时都给打成 叫林彪反革命集团 只有这个潘景寅是专机的机长 他没事 这是真事 那就问怎么回事啊 说他是不是执行任务去了 还有呢就是民间的说法 所以我们就想呢 我们要办理学 就想把这些基本事实 我们叫物理事实 说清楚 完了你对于这事认定 这叫社会事实 简单说你的梦 是你的梦 但你的梦对于我来讲 就是客观的 因为我并不是操纵 你做什么梦 所以这就是主观客观的 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逻辑的哲学思维 所以我们就说呢 我们为什么要搞辩论 就是你把你的物理事实 说清楚 完了你每个人 你对你这个事实认定 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他有各种角度 比如说我给他们举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人 昨天我们还通过电话 就是邓小平开了枪以后 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他曾经两次派员 亲自找赵子洋 大体的意思就是说 你认个错 给我个台阶 你还能出来 那么这种事有没有 孤正 现在是孤正 这个人是好人 我也认识他 他说这事呢 有可能有 但是他孤正 因为孤正不能采信呢 你得举证 智证 认证啊 你还得经过一审二审呢 所以这事呢 我就准备 我们将来办大学以后 作为一个变题 变题变什么 就是变基本事实 和你的社会事实 我们要辩论 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观点 对吧 我这个意思 好 还有就是 大概是前天的新闻 就是Virginia的那个 在那个 是公园里 还是什么 还是市政清前的 还是中正前的 就是那个李将军的那个雕像 不是不是 不是给提起来了吗 给给给 给叼起来 现在好像是搁在一个女子监狱里 变起来了 说 再看看将来要放到什么地方去 这就是你说的物理事实 如果这个 这是我理解的啊 就是说如果这个李将军的雕像 放到这个地方 他就是结束南北战争的英雄 实际上没有李将军的妥协 没有李将军的投降 这南北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的 这兄弟之间还是要继续打下去的 这个李将军比北军的胜利的将军要伟大了不起的多得多 如果不是李将军承认就说我们不打了 我们投降 我们失败了 这个内战 这个兄弟之间的南北厮杀是不会停止的 所以在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建立起了这么多的李将军的这个雕像 是对他的这种妥协 退让 包容的这种金正的赞扬 你现在把他这个雕像 这种物理的东西 没有了 拿走了 那年轻一代 就会慢慢的把他认定成 他是历史的罪人 他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 他是奴隶主 现在我有时候都想想说 这个南北 当时福尔治之是不是比现在这个合起来还要好 因为现在你看Texas就在 你就是要要好像说11月份就要投票了 德州要不要独立 现在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力太大了 现在不是拜登说吗 你们哪一个这个州长不执行我的这个疫苗命令 你们给我滚蛋 你们给我滚出去 这像什么了 这中国的省长是你党中央指定的 中央组织部任命的 人家的州长是人家州老百姓选举的 你能说出这种屁话来 他敢说出这种屁话来 你就说说美国现在已经走到了什么程度 把李将军这样的一个民族英雄的 叼向人共的一个女子监狱 倒还好比那黑命贵的时候还稍微强调 没事给砸烂了 简直是不像话 本来你美国的这个建国历史就不长 你都可以这么一下的毁灭了 你想想咱们中国文化大命 那时候那么几千年的历史 说毁就毁了 那咱们后面的人就更不知道原来中国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说毁就毁了 所以说那个55年的文化大命 他不就是红业冰吗 红业冰不就是破四旧吗 破四旧有一个四旧 就是所谓的旧文物 你看多少年的文物 2500年前的孔子的墓都给你砸了 谁咋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女子的 不是师范大学的女领袖叫谭浩兰 谭浩兰跟我姐姐同学 我姐姐也是师范大学的 所以说这个这些所谓激进的这些人 到现在他也不认识这事 他叫以暴易暴 所以我一再跟他们讲 我说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达到美好的目的 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数 邪恶的种子你放出善良的养 也就是说以暴易暴 这个事儿 美国也是一样 那你把我的911大楼给我炸了 那我能不打你吗 因为当时小布什要打这个所谓反恐的时候 那个支持率接近99% 但你再过来 像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 那反思这怎么回事 那你这暴力你能够这个消灭吗 人家塔利班又回去了 对不对 回忆的时候我不说最倒霉的就是妇女 他妇女又不能上学了 也不能就业了 还得都得穿着黑袍子 他别是女孩 强行得嫁人 我想我说这叫反人类 这跟那个信仰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还说他的信仰 我说我们是人类70多亿人 我们有联合宪章 我们有人权宣言 也就是普世价值 这就是我的立场 对不对 你就不能欺负父女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 这个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 叫战事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身 古有花木兰 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 扛枪为人民 我说你要学中国 你就学花木兰 你要学以色列 以色列的国防军里头 有相当多女性 我说你们好去看看这 你为什么在阿富汗 你待了二十多年 你为什么培养阿富汗的女兵啊 对不对 阿富汗的那些所谓爷们 对不对 培养了不少人 政府军 结果塔利班还没来呢 跑了 他们说叫溃败 我说错 根本就没败 打才有胜败呢 根本就没打 就跑了 那叫败吗 对不对 这点你美国就得好好的反思反思 你们花多少钱呢 好几天一条人命 还伤了好多人呢 将近是两万多亿美金 光军费 他们就说给了阿富汗政府军 就是好几百亿美金呢 武器也给人家了 你说等车的这 他车的这个车到这么 这么烂 那不是因为 这个美国的宪政民主部队 而是他的梁长 他没接班 他接班 错了 他没给纠结好 这不是个问题 那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 美国宪法是 二百多年了 他做的不错 但是现在必须修正 你得有宪法修正案 现在已经修正了27条了 你必须修正28条 29条 你怎么来 这么来就是改良的路子 但是美国的司法也是太 怎么说效率太低 你想你刚才说那个 就你父亲那个书 他得到20好像是2023年吧 还不是明年 不是我父亲书是那个 我父亲生前捐给胡佛的资料 张艺珍 这不共产党在背后 捅着张艺珍出面 要把他给要回去吗 那个开庭是2023年1月24 才开庭 那个书已经出版了 是不是出版物对吧 不是 这两回事 书的事呢 是在国内的官司 是北京京城海关扣的 这边的官司呢 是我父亲生前捐给胡佛的资料 然后这个张艺珍 说是他的 他要要回去 他背后就上千百美元的这个 那肯定是共产党在付 是要回去 这个官司 在美国反思的这个官司 就是李锐资料所有权的官司 要到2023年1月24号才开庭 我现在还想说一个 就是我到美国也30年了 今年正好是30年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看那个议会的辩论 我当时刚来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托马斯大法官 就是就那个黑炎大法官 现在最最保守的 最坚定的保守 还敢出生的那个黑炎大法官 托马斯 是当时是选他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女教授 说他有过性侵 就那个时候吧 我就看 那个就是国会听证啊 这个那个的啊 就就做 有时候也偶尔看看 国会的这个发言啊 辩论也看 那时候从来没有过像AOC 像欧马 这么烂的议员 张口就胡说八道 就一点文化 一点水准都没有 你想这个AOC 根本就是一个酒吧的 这个tender 过去连自己就是房租 都交不起的这么一个人 就连自己谋生的路子都没有 后来就是班德斯 就做竞选 突然发现这个走政治 这条路挺好 就当了国会议员以后 现在有四处房产 就靠权力敛财 这条道太容易了 可是你看他说话 他胡说八道 他这么多年在国会 他没有一条意愿被通过的 那个欧马就更不得了 欧马是跟自己的哥哥 假结婚 把自己的哥哥 弄到美国来 结果有人就是自己私人侦探 就跟 就跟 就是捡烟替 因为欧马也抽烟 捡了这个烟头 做了最后做了DNA的比对 证实 这个欧马和他现在这个丈夫 就是兄妹俩 然后最后我就不知道 用一个什么理由 把这个侦探 做这个人给抓监狱 然后就说这个什么 司法期限过了 这个案子就不能成立了 现在的这种移民的搞法 你像这一次又进了 大量的这个阿富汗移民 就是把美国的宗教的 这个立国资本的这个 就给 就变成了 慢慢慢慢的 你就看成变成这个穆斯林 变成什么伊斯兰教义的 这些人 你想欧马那个教区 AOC的教区 这个选区 为什么能够把这种烂人 一年接一年的选上去 就是因为他那个选民的基础 就是选民的成分变了 就是 这种 移民进来 你想想啊 你做移民宣誓 你要效忠献达 还要把手放到圣经上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慢慢就没了 你想这回这阿富汗的 简单说要马上给紧急率卡 马上要给这个紧急率居民身份 要这个终生的医疗保险 医疗福利 把这军人气坏了 说你这对这些阿富汗人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比对我们老兵 比对我们美国人要好得多得多 我们哪个从战场上退下的老兵 可以享受他们这样的这个福利 就是这种 为了一大私利 可以这样破坏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信仰的根基 真是太邪恶了 我现在真是 你一眼看过就 我看过这拜登 拜登下面赫解定 赫解定下面 佩洛西 佩洛西 我都觉得就是恶魔一样 完全不顾国家的利益 不顾老百姓的利益 就把异党的私利放在 真的放在上 你看我们现在加州 现在正在要罢免女子 这个赫解定来了 他们的口号是什么 我们要击退共和党的 这个罢免努力 我就非常愤怒 罢免你的是共和党 这是加州的选民要罢免你 没有党派的 你把加州搞得这么个雾气八糟 搞成这样这么一个富裕的州 这么一个就是自然环境这么好的一个天主之地 搞成这个狗德行 然后你就会说是共和党要罢免你 这太混账了 怎么是共和党 是老百姓选民要罢免你 就这种版本真的无视选民 无视人民 这个眼睛里只有两党的 把两党的争斗推到极致这一点 跟毛泽东看下 顺务我者 唐你我者王 不是说吗 关键是点票 对不对 你说的也对 那一年我记得我在国内教授的时候 就是佛里达说 大概就是他那选票呢 他缺心眼 他打孔 结果他把孔给打空掉了 结果得三百人 这边一个共和党 那边民主党中心还得一个中人 对着对着 对对对 看着这眼偏哪啊 对对对 到这一份呢 所以他根本不是说 你这个美国有 我这个州3300的县 每个县都有票箱 他不是这个事 因为他有这疫情了 他得邮寄选票了 邮寄选票原来是百万 现在是1地 他出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用一句咱们论的话 这老哥们遇到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他这一邮寄 他就环境就多了 所以他去选点票 他出了毛病了 用你再恢复这3300的县 去投票 去手工去投票 是啊 如果要没有这疫情 他没这事 川普明明白白的连任了 谁想他 他赶着疫情了 他疫情他就 他就得选票 不就说 由100万变成一个亿了 出现问题了 不是他这个 他等于是借助了 这个疫情改变了规则 而且是完全没有经过立法机构 因为改这种 这个选举的规则 不是州长可以改的 不是总统可以改的 这是需要州的立法机构去改的 他就利用了疫情 剥夺了这个立法权 用行政权代替的立法权 现在你看这个趋势就非常明显 这个行政权 现在已经慢慢的高于立法权 高于司法权 当你真正意识到 我有一个美国教授博士 说美国没有毛泽东 我说得 等到毛泽东年真出现的时候 你哭去吧 你哭都找不着北 你都不知道到哪哭去 我那年 我那年出事的 是美国联邦大保管 九个人已经投票了 因为他就 他这一个州就差个 大概是几百张吧 但现在我就说 美国这司法 他效率太低 你想你这么大的事 你美国联邦大保管 一共九个 你们干嘛吃的 你们 他不受理 关键在这呢 你想你这点官司 他给你拖到后年去了 像话吗你们 所以我为什么说 得改这选举法 那是在这 不是说你 现在恢复了 你这个手工去扔票 不是那事 他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但是你这法 就是大法官 就是宪法 这个制度 你得改 首先 你得提高效率吧 比如说你们联邦大保管 九个 你必须得受理 这么大事 你们能不受理吗 你受理之后 你就得 你就得举证 执政认证 最后你们大法官判 到底是四对五 还是五对四 他没有这程序 他给你拖 你知道吗 他拖死你 所以我们说 修改这美国宪法 就是说你不能拖 你干什么的 你就干这个的 这事 你就必须得多少小时之内 你得给我 你得给我投票 你到底是四对五 还是五对四 这么个意思 我是说修改宪法 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不能拖拉 你拖拉我们 你拖拉到现在 你公有公事理 公事国有理 公事国有理 所以它不是个 这个 它不是个证据的问题 它是认证的问题 认证 谁说 你说也不算 我说也不算 美国联邦大官 九个 你们得投票 是吧 你们得 最后你们认证 就作为最终的认证 它这么个道理 关键他们这九个道理 它是拖拉 你知道吧 他来这 他给你耍油条 你知道 给你来一个 王乐两可 你在这儿呢 你得不用制度安排 避免他 这个王乐两可 你到时候你该 那个我那天 就是我们 我们人民大学 法律社会所成立的时候 美国的联邦大官 叫肯尼迪 前年好像他已经83了 美国联邦大 肯尼迪给我们 到我们人民大学法学院 对我们的法律 社会研究所成立的时候 他给捧场去了 我当时我在机场接着他 我就问他 我说你 他就给我简单 他说我当时抓了一个案子 就是美国烧国旗算盘犯法 我这案子什么结果 四票说犯法 四票说不犯法 这个案子最后肯定是投票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投票 他跟我讲这道理 那联邦大国官 德国望重的人 人家说四个人说犯法 能没有道理吗 四个人说不犯法 能没有道理吗 他说我怎么办 他说我扔硬币 我就跟他们讲 对不对 我随机 后来他到我们法律院 给我们讲的时候 还是这么讲的 这叫谦虚谨慎 不叫不造 你这个绝对不了了 你给我扔硬币 不就完了吗 你抓揪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们的西藏 就有一个转世灵童的 一个这么一个思路 这个佛婆死了 那你个小孩子 皇上给一瓶 叫金瓶 把你几个孩子抽签 叫金瓶撤签 转世灵童 我说你就瞧瞧人家 西藏多少年以前 你有那种骗鱼体的态度 你别以为你什么都判断 你判断不了了 你给我抓揪 对不对 这么回事 所以那是肯迪连关大法官 亲自我在机场接他 我们俩半道 说了有一钟头 后来他到我们那个 法律社学成立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人民大学法学院 当中我们好几百个学生 他又说了一遍 说我有这个案子 后来那结果怎么着 说了结果 他那个抓揪 他抓的是烧国旗 不算犯法 四个说犯法 他是第五个 那就是五对四 就不犯法了 哦 烧国旗不犯法了 对 就这么来 他是四对四 最后那一票他投的 他怎么投的 他会扔硬币投的 哦 还就不知道这事 当然 这就叫谦虚谨慎 不交不造 用这西藏的话 就转世灵同 金瓶撤迁 用咱们股子的话 就占卜 我叫我 我说他就是推卸责任 这不叫推卸责任 这就是说人是渺小的 有的时候你看他不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所谓中国这句话 叫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那天是什么 西方叫上帝 中国叫神 这是非常好的态度 你以为你什么都能定量 那怎么办呢 就抓丘吧 或者叫扔硬币吧 就这么回事 很多人碰见难题 左右为难的时候 他都是 比如说 我跟他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骑足球挑场子 就在挑场子 受到风向的影响 那怎么办呢 挑场子 你上不场你是这个还是那个 你就扔硬币 当时的裁判 找这两个队长 他拿个硬币一扔 你们挑 最后呢 你挑了 你就先挑这场子 这么回事 所以我就说人是渺小的 别老他们自己 他们的牛 以为你自己什么都知道 那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叫谋事在人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是谋 城市 城市在天 所以他们有人问我 你干事 想不想成功 我当然不想成功 成功不成功 不是上帝说了算 我拼什么说了算呢 我是一人 我只是干我正确的事 我叫谋 谋是在人 我是人 我只是谋 至于说成不成 我不管 爱他们成不成 上帝管的事 我只干对的事 是这么一句 我其实 咱们就延伸的这个讲 就是说 这个什么全球变暖 是人的这个生活活动 造不当的行为造成的 我言以你这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一个伪命题了 这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能力 能把地球和宇宙之间的关系 变过来 不可能啊 没有人的时候 那恐龙的时候 那地球整个热得不得了呢 对不对 后来恐龙就突然灭绝了 这个真的 人没有那么大力量 你真以为你能把 这个地球是变暖了 变凉了 那是老天说的事 那是上帝的事 那是宇宙的规律弄的事 你人没那么大的力量 所以现在就是什么 全球变暖 绿色心脏 我觉得就跟毛泽东的那个大跃进 要政府操控一切差不多 而且我还觉得奇怪 怎么那么多知识分子 相信全球变暖 是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 你人类顶多是多放在毒气 读懂你自己 你不可能影响地球 不可能影响地球的温度 也不可能影响地球 森林多了 或者是冰川多了 都不可能 海水多了 海水少了 你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在整个宇宙中间 你人类可能连个小蚂蚁 我借你这话说 我特同意你这个 人就是谋事 前两天跟我们一块儿 办学的这几个我们的朋友 去了一趟阿米什图人 离着我们这儿 有两个半小时车舱 在冰淇法律中 阿米什图人什么意思 就是好几百年以前 从德国来的一职子 基督教的一个职子 他们在这儿 就是你们坐汽车 人家坐马车 你们点电灯 人家点油灯 为什么呢 是去年 去年川普连任失败这一次 阿米什图人第一次出来 参加美国的选举 从我们家这儿过 过来有他们两轮头 坐了马车 男女老少 坐了 他们到华盛顿去参加 这个政治活动了 这是头一次 原来人家不参加 你美国政治活动 虽然在美国来了 有好几百年了 但是他不参加 前就是去年 头一次参加 所以我就准备了 过几天 往外面再去一趟 我还想约着你呢 你要有兴趣 来咱一块去看看去 对不对 我觉得阿米什人 为什么支持川普 就是觉得川普尊重 他们的选择自由 你看就是 昨天的一个 也是川普的 做的一个节目 就是那个 我说的叫什么 Gutter Fox News的那个主持人 他的夫人是俄罗斯人 他夫人就不打疫苗 就是不打疫苗 然后就问川普怎么办 川普说 我打了疫苗了 我要跟你说 这个疫苗是有用的 应该打 但是呢 你要让俄罗斯人说yes 这是很困难的 说你呢 要尊重他的选择 你把道理讲了 他如果有他的道理 你要尊重他的选择 然后你看现在 就说这个不打疫苗的 都是川普的原因 其实你想想 在那之前 为什么 那个卡玛拉 那个拜登 就明着说 说这疫苗是川普 推动的 我们不打 我们根本不打疫苗 不打疫苗是他们说出来的 而且他们今天这种 强行推动的方法 让老百姓心得更存这个怀疑 你别看川普 说话 好像是就是张口就来 不正是正确 但是川普的基本的东西 是非常正确 他推进疫苗 他是推进 他是讲希望你们打 但是他绝不会用 这个独裁的手段 你不打 你就甭想干活 你不打 你猪狼就给我滚蛋 川普根本不是这么一种人 你就看看做法 说这个拜登是一个和善的 像什么什么什么 圣诞老人一样的人 你看看他现在多穷穷极恶 傻成那样了 老年吃胎成那样了 那么的穷穷极恶 你再跟人川普比 人川普顶多是个大嘴子 说话直来直去 人家不绕弯 但是川普你想想 真是慈悲为怀 你想阿米什人 都那么支持川普 那肯定是他们内心里的感觉 川普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 是吧 他们又不 很少点电灯 也不用手机 也不什么 就是自己最后 最开始的那种 最原始的 基本的自给自主的生活 人家很幸福 人家干嘛 非进入你的 这个现代社会 他们每次人最大的一个幸福 就是亲情 友情 爱情 一个不缺 人家就没有说我 该结婚不结婚 我该生孩子 我不生孩子 人家全是这三情 都是大家的 老少三辈 甚至于四辈 人家自己在这儿过得挺好 你管不了人家吗 包括我就说这疫苗的问题 实际上是个自杀 你有没有自杀的权利 因为你没有生的权利 你爸你妈想生你 跟你也没跟你商量过 但是我有没有死的权利 你可以有死的权利 就是自杀 但是你没有让别人死的权利 就是说你得了传染病 你说我不治 我把病都传染给你们 让你们死 这个不道德的 或者这是违法的 但是我不到人多地去 比如口罩 我不在 我地点我不打 我死我愿意 用中国劳职一话 我问过 当然还登过人们日报呢 中国有 大概有一多半的农民 没有去个医院 我问过他们 你们怎么想的 三句话 小病是拖 大病扛 得了重病 见阎王 人家说我不打 我该死我就死 你打了你以为 你就不死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什么叫 得了重病 见阎王 就是他一个是被迫的 因为没有 中国没有这个医保 不管他们 他们一个 一对农民后 要得了病了 他们要治 花了好多钱 最后他们的原因 不是 他们的结果就是 家破 人亡 人亡家破 为什么得了病 你去治 治你也死了 死了以后 你可欠了庇佣债呢 你不光你人亡了 你家还破了呢 所以人家说 我宁愿人亡家不破 我也不愿意家破人亡 人家农民是这个理念 所以他就有一个叫 得了重病 电阎王 所以说我在 过几天 我准备跟 阿米斯人 我跟他们都约好了 跟他们好好谈谈 你们阿米斯人 打不到一门 你们阿米斯人 主张不主张 换技官 因为中国这帮老干部 都是肝换了换肝 肾坏了换肾 那一换器官 花多少钱了 且不死呢 你看中国这些老干部 都七老八十八老九十 他们都一百了 他且不死呢 为什么他花了公款 所以说你说农民愚昧 我说农民从这一角度来讲 他愚昧 他也不是愿意的 他为什么不上医院呢 他去不起 我给你 我给你讲我的这个 亲身体验啊 就你讲过很多次 就是中国的医疗的费用 一多半都用在 这些老干部身上了 我过去听过 你的节目这么讲 其实我觉得 对这些老干部来说 也是一种侮辱 我后来自己特别体会 就是李锐这样一个人 最后就躺在床上 我都觉得 就根本没有做人的尊严 完全没有做人的尊严了 你想我跟大夫说 我说像这样的情况 你们就可以一拖 还可以让他拖一年多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写论文 那大夫说什么 说我们写了论文 人家西方的医生 根本没法理解的 说为什么呀 这个生命已经到了 这样没有质量的程度了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 去维持它 而且它这个生命 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 为什么要这么搞啊 他就后来还是说 它是非常的透彻 说就是这个级别 说他要不是这个级别 早就所有的管子 所有的事什么都没有 早就不救了 就是因为到这个级别 就必须放这个措施 所以就这种做法 你以为让老干部活着 是对老干部的事 其实就是为这些家属 对吧 再多拿几天的好处 多拿几天的利益 反正我是觉得 这个共产党的这种 这种邪恶呀 真是 最后其实 用到自己的身上 对自己也是一种惩罚 最后活的 完全没有做人的尊严 对陈小鲁 陈小鲁是我北京四中的 原来的校友 因为他比我大一岁 后来他高中考到八中请 陈小鲁作为陈毅元帅的儿子 在报纸上公开写文章 我都看过好几次 就是说他爸爸是元帅 想死不行 党中央得开会 决定停止抢救 停不停止 是党中央开 这有级别 因为你是元帅 那么党中央呢 就不开会 为什么谁也不愿意开这种会 说咱们讨论讨论 陈毅元帅 这个停止抢救 不开 这就拖拉 那你既然你不开 那我们这个基层的医生 或者医院 我没这权利 我们就权利抢救 就不惜一代价抢救 谁让他活呢 任陈小鲁就说了 他看着他爸爸 受罪呀 没有尊严 你还受罪呢你 不折磨到你 不折磨你 到了那点 不让你死 所以他说 我作为一个儿子 我就希望 你党中央 你赶快开会 你确定 我们这陈毅 是不是可以 无统致死 我们就安乐死 就这就是相当于 大法官一样 你大法官 九个大法官 你为什么你不定 到底这个选举 有没有效 他拖着你 你想中国这个 陈毅他儿子说那事 就中央的这些干部 也是拖着你 你不是元帅吗 我不开会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说你 停不停着抢救 那你不停着抢救 人家医院就得 不移在下抢救他吗 就折磨你 就按你说的 让你没有尊严 让你受过苦 你才能死呢 这都是一个事 就拖拉的一事 所以我就说 这些事都得通过 宪法修正案解决 你不能给我拖拉 比如说48小时 或者70小时之内 你就必须得给我投票 你凭什么拖呀 比如像你的案子 你都拖了 24年了 像花吗你 就这么点破事 咱说的也挺多的 我就咱们扯回来 就是这个文革是55年 对吧 这个911是20年 你反过来看 50年55年以后的中国 你说比当时文革强了 还是差了 真是不好 其实这种还是强了 你不是经历 从那个GDP来讲 它发展了 比如那时候普遍的 贫穷 现在基本上都吃饱了 喝足了 而且也能吃肉 那肉你都吃不上 肉的有肉片 一个月才半斤肉片 你煮熟了就是三两 这一点是进步了 但那方面呢 就相当于亲情 友情爱情 你有吗 原来都有 像你有哥哥 有姐姐 你有妹吗 可能还有 我也一样 我有姐姐 我有妹 现在还有吗 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一个都不生了 所以那时候叫 只生一个好 独生子女 现在改成俩 所以你就改成仨了 你仨我也不生了 而且这文化当中 当中我觉得我们 虽然跟着瞎造反 但是人是有诚信的 知道不能撒谎 对吧 至少你可以 可以不撒谎的地方 你对自己的亲人 对什么的 你做事情要诚信为本 这都是 还在心里扎着根的 你看看现在中国 哪有诚信了 日子是过好了 那人都不说实话了 说实话的人都是傻瓜了 我就 所以我觉得55年以后 中国的不看物质 看文化 你看那那个 那个舞台上的 那东西能看吗 你看个电影 看个电视剧 特别是把我们的小孩子 给糟蹋成闪 没啊 那演的都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55年 中国是忘回走 因为人不光是 像你说的 不光是活一个物质 人更多的是 一种情怀 对吧 特别是诚信 人和人之间的 这个真正的爱 这些我觉得 在中国越来越少 那你这个20年 防恐20年以后 美国是安全了 还是更不安全了 其实答案非常明确 20年以后 更不安全 因为有更多的 恐怖分子进来 你都不知道 他们到哪去了 你恐怖之前的 可以正常的到 登机口去接机 到登机口去送人 过安检不用脱鞋 对吧 这些你都没有恢复 你还在继续做着 而且你的安检 会越来越严 所以你防恐 反了20年 毫无进展 而且美国更危险了 所以这个事儿 出的什么地儿了 我倒是觉得 美国是因为什么呀 这个就是你说的 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优到美国来了 所以美国就越来越 趋同于中国的专制 越现在就像这种破坏文物啊 什么的 还有这种叫什么 种族教育啊 就跟那个 阶级教育啊 什么社会主义觉悟啊 都差不多了 军队里也是 正着瓜帅 就慢慢的趋向于中国 那中国的文革 55年以后是这样的一个国情 那如果美国 再去搞文革 文革思维 用这个种族去代替阶级 去搞文革 破坏自己本来就不长的 这种没这个历史 建国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啊 我还挺在场 就是真是 老叫什么 老级福利啊 就是不 还还 接茬干活 所以这个 等我从那个 阿美学都人再回来 我叫咱们俩一块 好好谈谈 这阿美学都人 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有些 长处 有些短处 咱们就好好一轮一轮 不是说你都高消费 你又是 又是这个 现在特别大的问题是 温战以后的升温变成热战 这是大问题 美国有几千个核弹头 中国也有几百个 而且胡锡进他们都叫嚣 还得再增加一千个核弹头 所以说两海 一个台海 一个南海 如果有了战争 全球就是核战争 核战争还有什么人吗 用那红狼梦那句话 大地白茫茫 一片真干净 你们还讨论什么 你们讨论 对不对 现在温战就在升温 升温升到一个就是热战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下次咱们讨论讨论 阿米什斯特人的意义 怎么能避免热战 你们好好的 你坐汽车 人家坐马车 怎么人愿意 你管着吗 而且人家关键是 亲情友情爱情全有 都是大家庭 人家哥哥是大家庭 到时候你回来给弄点照片啊 弄点那个video啊 我准备再拍个纪录片了 我准备 但人家说让你拍 有人说他不让你拍这事 我得跟他好好上里上里 对 我觉得你这挺好 到了美国来不是说安度晚年 还接着做事 这个精神特别的值得赞赏 教育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接着教书 我们不是为了个人分道 我们是要让整个的文明程度提高 所以我特欢迎你过来啊 咱们俩人没什么事 就是疫情一过 有时间咱们就连了线 连线谈谈这个文明的程度 怎么能由低度到中国 我给你捧场 我给你捧场 不是平常 咱俩都是一样 咱俩就差好像两岁两三岁 谁说的咱俩是差三岁 你是老高三的 我是老出生的 我是七年 咱俩就差三岁 对对 都是所谓的 都是中学生 对对对 老三界 老三界 咱们先谈在这儿啊 好 再见啊 再见啊 相 earrings